这里是黄海与渤海交汇处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让这种动态美和精态美结合得太神奇了 捞海青菜 包海菜包子 感受悠闲惬意的海岛生活 我也说那个味道应该可以用经验来 就来形容了 这一条大海味道 落潮赶小海 烟灯角的瑜伽生活令人心生向往 雪白的这个馒头 中间夹着这个金色的黄米馅 很漂亮 很诱人 远放的家系列节目 山河锦绣看中国 交通半岛 惬意生活 正在播出 位于山东省的交通半岛 三面环海 海湾夹角曲折多姿 黄海 渤海在交通半岛北部交汇 形成壮美的自然景观 设置组来到燕台市长岛黄渤海交汇处 这里位于南长山岛最南端的长山围 与蓬莱隔海相望 是这条线吗 有一个大S 这边的海水要偏淡一点 这边的海水要更绿一些 其实它是一条沙坝 这个沙坝 它在水下就是一种自然的延伸 你看我们靠河海的这边 海水相对来说要平静一些 那靠黄海那边 它有浪 尤其是到这个接近这个分界线的这个位置上 碎波非常的多 是 波光淋漓的 碎波非常的多 所以它这也和它的海底具有关 因为靠黄海这边 我们这个岩石 它整个是向黄海这边向东倾斜的 向东倾斜 所以这个坚硬的石英年倾斜以后呢 当这个波浪从黄海传递过来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附近就形成了碎浪带 从地图上看 辽东半岛的老铁山 和山东半岛的田衡山之间的连线 就是黄海和渤海的分界线 而南长山岛正好处于黄海和渤海的交汇之处 我们走上历史坝 脚下是被海水打磨得非常圆润的鹅卵石 站在这里可以近距离感受 黄渤海交汇的壮阔景象 我们现在距离的这个海滩 就是几米的这样一个沙利滩 但是看到这边就是由海浪拍过来 这边完全是平静的 这边是平静的 人那两个人 这个都在赶海 那个地方也是沙利石延伸过去的 所以这个不仅在这个水面上 在水下它也在延伸 只是它还没有堆积堆积 它随着它慢慢堆积堆积 它就会出海 是的 然后我们站在的这个历史坝 我发现这边好像更绿一些 那边就没有了 那边它比较陡一些 它那个海滩比较陡一些 这边它更缓一些 然后一会儿它的高层 就是涨水的时候 我们绿色的 有绿色青苔这些地方 都会被水漫过 所以有绿色青苔这个地方 也成为了一个分界线 是有海水会涨到的这个位置 海水会涨到这个位置 站在长山围 两侧的波浪不断涌向中间的历史坝 就像黄海和渤海在一次次的接掌 其实黄渤海它本身就是沟通的 只是我们人为把它划分出来的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到受地形的影响 两边的海水呢 它会向着中心来聚集 所以这就是交汇了 交融了 握手了 很有意思 还有人形成这样一个奇特的自然景观 所以在我们山东省呢 坐拥黄海 渤海两个海 渤海它有这样一个相对的半封闭的环境 这里面的鱼类资源也比较丰富 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大鱼池 黄河的公沙呀 都带来很丰沛的营养物质了 而我们这个黄海 它的对面有韩国 鲁鲜 日本 也是相互连接 通过黄海连接起来了 连接起来了 所以其实这片广阔的海域 让山东变得既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又有非常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姿态 在长岛的151个岛屿中 只有10个岛有常驻居民 大黑山岛是长岛的第三大岛屿 岛上有6个行政村 生活着1000多人 当地人都以养殖牡蛎和扇贝卫生 近些年 随着海岛旅游的兴起 不少家庭开启了瑜伽路 你好 老板娘 我一进您这个小院 觉得小院太舒服了 那这里面现在是几间客房 现在是6间 6间 那像现在了的话是旺季 现在是旺季 这个房间能住满吗 住满 你的体前订房间 就供不应求是这个意思 张东风和肖春林夫妇 从2015年开始经营于佳乐 晚上肖大姐准备给客人包海菜包子 换上胶鞋 我们跟她一起来到海边捞海青菜 这个里面真是太容易滑倒了 因为其实这个石头上长着很多海草 它都是长在这个石头缝里 长在石头上 哇 好软呀 一口就下来了 看这么一大把 超非常的新鲜 颜色太漂亮了 是那种嫩绿色的 对 这个叫什么您说 海青 海青 现在这样能吃吗 也可以 你尝一尝 咸咸的 然后那个口感像不是很脆 但是有一点硬度 海青菜学名石淳 又叫海菠菜 海木耳 生长在近海岸潮兼带 大黑山岛的海水非常纯净 海岸线上藻类丰富 春夏之交是海青菜最嫩的时候 您是一年四季这边都能采到这个吗 只用夏就是可以采到 夏天 夏天可以采到 那春天 秋天 冬天能采到别的吗 冬天就采那个牛毛菜 那个比较适合做套 夏天还有一种春菜菜 对 夏天也可以 感觉我们上岛的时候 其实岛上的有一些物资是比较缺乏的嘛 但是这片大海其实就像一个天然的菜园子 是这样吗 是 一年四季 家里缺点什么了 想吃这种海菜了 就直接过来来这采了 不一会儿功夫我们就采了一篮子海青菜 回到家 萧大姐将海青菜洗净后切碎 加入猪肉馅 随后放了大量的蒜末 这是海菜包子好吃的秘诀 目的是去腥提鲜 晚上有客人想吃鲑鱼饺子 趁着发面的功夫 张大哥开始调馅 一条将近一米的鲑鱼一切两半 鱼肉剁成肉糜后 要分次加入清水搅拌 哇 加这么多呀 加水搅 你看现在加水是洗的 有水 你看搅一下都没有水吧 要把这个汁给吸到这个肉里面 这个很像我们在家里头 包这个猪肉馅饺子的时候 让那个猪肉里面含有水分 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包出来那个饺子 就特别的多汁 对 包这个下水嚼得吃的 苦感好 张大哥先好往鱼肉馅里 加了三次水 随后依次放乳盐 花生油和味其鲜 继续搅拌 这个肉馅怎么算是活好了 那拿起来 拿起来就是说它能保住 吃个水分就行了 拿起来它是能成团的 对 很有弹性 吃个弹性 这个馅就行了 调馅的这个过程非常快 把那时候个有点少大一些 要大一些 鲑鱼饺子大点好吃 海岛啊 但这个鱼不缺 但是面缺 在黑岛以前 就是说夺放鲜 屁肖 肉多 切多 就是这种道理 鲑鱼饺子在郊东很多地方都有 但是大黑山岛的鲑鱼饺子 个头足有包子那么大 足见海岛人的豪放 四个人骑上阵 不到一个小时 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就端上了桌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鲑鱼饺子 我吃了一口可以说那个味道 应该可以用经验来就来形容了 特别好吃 真的特别好吃 这就是在黑岛这个黑岛的骨头之处 它非常的咸 一点海鲜味都没有 而且它真的像您说的和韭菜 我觉得是绝配 两个搭配起来这个味道太鲜了 这个海菜包子我确实还是第一次吃 旅游旺季开瑜伽乐 淡气搞生态养殖 这是当地很多人的生活状态 这几年你是头的水墨 这个危险 一年比一年就是高得很好 就是环境 环境 环境 危险 这个最明显有点变化 一到主末的话 就可以说一铺难求 一铺难求 这边是论铺位来算的 我感觉一年比一年跳多 从张大哥的话语中 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海岛人的幸福感 昔日茫茫大海 阻隔了海岛与外界的交流 而如今家乡的碧海蓝天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以给族族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 带来了新的希望 蓬莱街头长小面 感受蓬莱慢生活 蓬莱人每天早上吃一碗小面 都觉得这一天心里都顺着 落潮赶小海 烟灯角的瑜伽生活令人心生向往 雪白的馒头 中间夹着这个金色的黄米馅 很诱人 漫步海滩 寻找最地道的烹饪食材 很漂亮 然后通体是这个有点带粉色的 真的是像肠子一样 远方的嘉系列节目 山河锦绣看中国 焦东半岛 《切意生活》正在播出 蓬莱位于焦东半岛的东北角 冰临渤海和黄海 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 被誉为人间仙境 蓬莱东无严寒 下无酷暑 气候宜人 市民以及外地游客 都喜欢在蓬莱的海滩上 漫步消遣锻炼 我们在海滩上见到李群正在练拳的市民 你好 我们刚才在旁边看到你们打拳 觉得那个实在太漂亮了 很帅气啊 我们经常能看到 是在这个比较平坦的广场上 耍箭这个打拳的 在沙滩上打拳 感觉别有一番意境 面对着大海啊 我们迎着朝阳看大海 不惜新鲜空气 一起练武 不惜比较好 是喜欢来这儿是吗 蓬莱是靠国名将七级光的古地 为什么 这里自古就是海防要塞 至今当地依然盛行练武之风 很多人沿袭七家拳 通北拳等传统武术 海滩是天然的练工厂 清晨五六点钟 这几位市民经常来这里练武 强身健体 而且刚才我们发现 就是这个海边离城市特别的近 你们平常来这儿锻炼 也会比较方便吧 对我们到这儿的话几分钟就到了 几分钟就到了 一般早上练到七点多钟 然后去干嘛呢 我们完了后 我们去吃蓬莱的特色小吃 特色小吃 蓬莱小面 所以你们早上这个生活 基本上就是来晨练 晨练完了去吃小面 然后去吃完小面 就去工作或上班 他们很多都说这个蓬莱这边 有慢生活的这种感觉 你们有这样的体会吗 是的 蓬莱城不大 它也不拥股 没有什么大的工业企业 所以呢 很舒适 很舒适 蓬莱不是传说中的 八仙国海的地方吗 景色特别好 是 从张世伟的话语中 我们感受到了蓬莱人 对于家乡的自豪感 清晨来海滩锻炼一个多小时 随后大家相约一起去吃蓬莱小面 这是当地一种特色早餐 蓬莱人爱吃面 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种面馆 袁磊带我们来到李家 老自豪蓬莱小面馆 哇 人这么多 好多人啊 都是吃面是吗 对对对 你看已经坐满了 你还吃了 是 还有很多排队的 还有拼桌的 其实我们刚才在路上的时候 发现那个已经人不是那么的多 但是进到这个小面馆 都没有想到这么热闹 对对对 哇 太忙了 就是旁来人吧每天早上吃一碗小面 都觉得这一天心里都顺了 每天上午的六点到九点 这家面馆生意都非常火爆 旁来人对于小面的喜爱由此可见 开近卖的有海粒 大肉 青糖 鱼卤 海肠 全是海参 全是海参 扇贝啊 还有鲍鱼啊 海参啊 这个面都有 大清早中吃海鲜 特过瘾是吧 驴卤面四块钱一碗 四块钱一碗 你特别是海粒子面 你看才三块钱一碗 好便宜啊 还有大骨汤面也有 不管海鲜的 是 还有其他苹果 这边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呀 最好的一般就是这个鱼卤啊 还有这个海胆啊 哦 鱼卤 海胆 海粒子 您是老板吗 您家这个生意这么火爆 早上能卖多少碗啊 千树碗吧 千树碗 哇 这家面馆薄利多销 尽管价格比较清零 但是食材却是不折不扣 看到我们对蓬莱小面很感兴趣 黄浅波主动邀请我们到后厨参观 不同于蓝猪牛肉面 蓬莱小面的面条以衰为主 面粉里加了盐和碱 口感筋道 听黄浅波介绍 小面好不好吃 三分面七分五 传统的黄浅小面用的是鱼肉 这个是什么鱼肉 这是蝶鱼 蝶鱼 对 就是煮熟了 这个经过处理了吗 这个经过处理了以后 主要是把这个鱼刺剔出来 然后这几个料是木耳 葱花 八角 姜 这是什么 这是酱油 香油 鸡蛋 这是鸡蛋 这是玉米 这是粉台水 盐 但是这个用料看起来还不算复杂 对 那我们自己家里头能做出来您的这个味道吗 差不多 是吗 也没有秘方 多少有一点秘方 那个高汤应该是自己家熬的鱼骨高汤还是什么 不 这是鸡蛋骨 鸡蛋骨 鸡蛋骨的高汤 鱼卤的制作工序比较简单 水烧开后依次加入高汤 鱼肉 盐 酱油 水淀粉和蛋花 不到五分钟 一锅鲜美的鱼卤就做好了 鱼卤的制作看似比较简单 但味道却不好掌握 好吃的秘诀就在于厨师对于原料配比的精准把握 了解了蓬莱小命的做法 我们迫不及待的想要品尝一下 我们一人拿了一个鸡蛋 然后老师说这边大家一般的吃法就是一碗面加一个鸡蛋泡进去这样吃 就是营养还挺全面的蛋白质主食都有了 以前就是食物的准备没有那么多 就是面条加鸡蛋 现在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油桃 面鱼什么的包子都有 也有人拿这个小面来配油条的我觉得 对对对 就是这边小面有点像 其实我们那边喝的豆浆啊 豆腐儿早餐的这种存在是吧 什么都可以泡 什么都可以泡 先喝一口那个卤 先喝卤是吧 这是比较重重的吃法 是一种羹汤的感觉 它里面因为它有淀粉 它放了那个淀粉 这个汤的口味很鲜美 微微淡一点 是咸口的 然后咸香口味的 是吧 我觉得它这个小面的那个质地就很像是北方的画面加上南方的简面的一个结合体 它又它同时兼具了细软和嚼劲的这么一个双重特征 比较近 比较近的 对 因为细嚼这个面的时候它是筋道着 但是因为每一根面它比较细 所以其实到入口的时候它是比较绵软的感觉的 而且太便宜了 我们这一大碗四块钱 蓬莱小面在当地有一百多能的历史 相传最初有位厨师偶然将鱼肉烹制成鱼卤 没想到味道格外鲜美 从此这种美食在蓬莱流传开来 它不光是当地人早餐的首选 还是寿宴 婚宴 以及生日宴会上必不可少的重视 很多来蓬莱旅游的外地人 都对蓬莱小面泛不绝口 您几位是哪里来的呀 我们是重庆的 有来点玩吗 对 来个地方 重庆那边重庆小面很出名啊 我们重庆是麻辣的 很多地方去看它的会儿很顺着 感觉就是另外一种 在玩几天就没回啊 还早要玩到八点 专门来海边玩啊 觉得这个 觉得蓬莱这个海边怎么样 这个海边城市 一般以后我觉得 每年都可以来一次 以后准备每年来 一碗新香四溢的小面 让我们了解了蓬莱的过早文化 也从味觉上 记住了属于蓬莱的独特味道 离开蓬莱 摄制组来到了威海 威海市里岛镇的烟墩角 一山傍海景色秀丽 保存这900多间极具特色的 郊东海草房 我觉得海草房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这个毛茸茸的尖顶 到这边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尖顶啊 占据了整个这个房高的一半以上了 差不多 它这个海草房啊 你看这个这么高的顶子 它这上面全是草 它最深的地方能有这么深 一米 一米多 一米多 它这个是越往下越薄 越往下越薄 像最上面最厚的这一层得有一米多 你看到全是草 那就整个这个房顶全是用这个海草来铺起的 对对 然后我们往下看呢 像这个房子它的一个主体的结构 就是用这种大的石块 这是海里边的石头 海里的礁石 海里的礁石 这个是生蚝的壳 生蚝壳啊 这套房子一百一十多年了 一百一十多年了 然后这个生蚝壳还保留在上面 海草房屋顶蓬松 高高农起 石墙古朴而沧桑 仿佛一个个时光静止的童话小屋 走进来看呢 就发现是一层一层的 对 把它叠起来了 其实摸起来的这个感觉啊 就是和枯草一样的 对 而且很脆 我轻轻一掰呢 就掉下来了一截 对 我在想这个很结实吗 它这个是我们每年都会压房戟 压房戟的主要成分是黄土 然后呢它就随着这个雨水 往下顺往下顺 就会渗到这个草里边 慢慢的就把这个草 你看就变成一个 像挺厚的一层铠甲一样 下大雨下一个星期也不害怕 它这个水会快速的流下来 这个就能保证它屋里边 它是不会漏水 现在呢 国家也会出一些资金 一些政策 来帮助老百姓去修复这个 中国现存的海草房 主要分布在交通半岛的 微海 烟台 青岛等沿海地带 微海还划定了海草房民居 保护村群落 每年都有专享经费 用于海草房维修 将这一古老的记忆传承下去 于海洋家足备以打鱼为生 傍晚六点多钟 于海洋带我们来到了附近的礁石上 晚上六点钟呢 潮水退去又到了一天赶小海的时间了 对 像现在我们身旁的这些礁石 全部都已经裸露出来了 对 慢慢地潮水 还会往后退的 对 还会往后退 看我们的身后 已经有很多人在这里赶海了 对 这是游客吗 还是当地的村民 你看这么专业 当然是村民了 怎么体现出来专业了 游客一般不会直接坐到水里面 这些村民们 几乎全身都湿透了 对 坐在这个水里面 现在天本然就热 相当于既泡在水里边 泡着早凉快来 降温了 对 这美食还有呢 7月到10月是当地赶海最好的季节 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退大潮 整个退潮的时间将持续一两个小时 这时候来赶海的人最多 在滩土赶小海 主要是以采蛙 隔离 昌子等为主 而礁石区域还能找到海栗子和螃蟹 也是本地人最常去的地方 其实很有意思 我刚才走过来 看这些大叔大妈他们 手就在下面摸 对 而且注意看他们的表情 都特别的认真 就完全是要靠这个触觉来分辨 到底是这个花葛啊 还是说是石头 比较灵敏的时候 就是你能摸出来那个花葛的形状 哦 能摸出来 会比较圆润一些是吗 对 实在不行了 直接捧一捧上来 然后来挑 挑 好 我们也试一试吧 这里会有吗 等我示范一下 那里有 你看 捞了一个 哦 还可以 其实捧一把沙子上来 对 就收获了一个花葛 对 这是今天第一个战利品 先放到这个桶里 我来捞一下试试啊 这个有点像 也不是 因为一摸是圆的 对 一摸也都是圆的 刚才一摸那上面还比较圆润 我以为是呢 赶小海看似简单 实际并不容易 失败了几次 我们注意到附近的一位文艺大叔 今天是什么时候来的 他已经来了一个多小时 网兜里都是今天的收获 一个多小时了 还不错呀 这应该得有两斤多吧 嘿嘿嘿 不不听 哇 给我们看一下 给我们看一下 您这一把抓上来就有两个 怪不得呢 您的这个成功率很高啊 哈哈 我也摸一下 怎么摸呀 教我一下 在沙里边 往沙里摸 嗯 要往下摸多少呢 主要进行 哦 不要往这个沙子深处摸 哎 好像有 有一个了 嗯 对 是吧 但是个头太小了 真不容易 除了丰富的经验 港海很多时候还要靠运气 但正是因为这种未知感 让这项活动充满了乐趣 太阳渐渐落山 港海的村民们 已陆陆续续上岸回家 对 这是我们今天的收获 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 不是很多 对 有点少 大概也就是一斤左右 对 差不多 实际上你现在擀的 它不是为了吃多少 那就是你今天 好长时间没喝那个 我们当地说擀面汤 嗯 就是海鲜大卤面嘛 就是其实一小碗就够了 一小碗做一个汤 然后这一锅面都很鲜 嗯 然后就可以了 而且这种野生的花隔 要比养殖的要更好吃一点 味道更鲜美一些 对 更鲜一些 如今 港海已经成为当地人 在休雨期 丰富自家餐桌的常见方式 赶完小海回到瑜伽乐 赵锦兰正在烧制招牌鱼锅 将处理好的大鱼和黄花鱼下锅 先后加入姜 蒜 料酒 醋 糖和辣椒 再舀上一勺本地的豆瓣酱 加水大火收汁 最后撒上葱花 香菜提香 不一会儿功夫 一桌色香味俱全的鱼家菜就做好了 虽然说有不少的鱼鲜 但是这一桌菜里面我最想先尝一尝的 还是阿姨蒸的大伯伯 好嘞 掰开尝 哇 先来看一下掰开之后 雪白的馒头 中间夹着金色的黄米馅 很漂亮很诱人 尝一下 很甜 还好吃 这口下去啊 先是很筋道的这个馒头 对 之后呢是一种黏糯的口感 而且呢味道上面呢 又有这个麦香 再加上还有这个玉米粒的清香 玉米酱 真的很好吃 尝一尝您做的鱼 你尝尝 这个带鱼可真肥啊 对 这个是咱们北方单地的带鱼 就是说北方刀鱼 比肉比较厚 而且阿姨收的这个汁啊 是很粘稠的 对 尝一下 嗯 吃 嗯 虽然说里面放了一些辣椒哈 但这个味道呢是那种微辣的 一切的湿的这个辣辣椒 而且是很入味的哈 对 赵锦兰曾经在其他瑜伽乐做了七八年的厨师 2015年 随着烟蹲角大天鹅的名声越来越响 于海洋看到了商机 回到村子开了第一家民宿 嗯 并通过网络进行宣传 慢慢发展到五栋民宿 而最初回乡的时候 于海洋也承受了不少压力 尤其是家人的不理解 特别是他爸 就不养 就不养 不想让孩子回来 对 就搞得他上那 原来有那种余政的船 余政的船 对 还想让我去讨人度 嗯 可能老人们的想法是找一个 就不养 稳定一些的工作 对 要稳定一些的工作 就不养 哎呀 这一做好了 哎呦 现在呀 心不口服的 哎呀 真赞成他人 嗯 那看着海洋现在取得这些成绩 您是什么感受 哎呦 我很高兴 那就是呢 都伸到我们高兴 夸奸我儿子 相对于传统的余家乐和民俗 余海洋更注重的是民俗部分 为了传播交通民俗文化 他还自觉了猛子虾酱 咸水鱼竿 古法海参等传统手艺 每年大天鹅到英敦角 来过冬的旅游旺季 余家乐一天都要接待近百位客人 你说现在是在往这个民宿方向来转变 对 那怎么能够来在保留这个传统的同时 又加上一些创新的东西呢 抓住游客的心理 看看他们从城市里边来到农村 他们需要什么 其实有些我们的海草房外观就是很漂亮 它不需要改变 只是把房间内部就是说装修的更适合 现代生活的这种装饰的风格也好 我们威海其实有个考号精致威海 那其实我做餐也好 做民宿也好 做我的特产也好 不求一下子做的品类很多 做一样精致一样 就是说到时候 你不管哪一个客人来了之后 你得拿得出手 让人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特色的 足足备备生活在银海的渔民 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了海草房 而如今像鱼海洋洋的年轻人 将创新的理念注入到传统民宿中 也让古老的小渔村 缓发出了新的美丽 漫步海滩 寻找最地道的烹饪食材 很漂亮 然后通体是这个有点带粉色的 真的是像肠子一样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山河锦绣看中国 交通半岛 惬意生活 正在播出 位于交通半岛东北部的城市燕台 引镜内燕台山得名 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 和迷人的金色沙滩 这里的沙滩不仅是人们休闲 稀奇的场所 也是人们赶小海 寻找美食的好地方 摄制组来到燕台市 来山区的一处沙滩上 跟随鲁菜大师程伟华 来寻找海长 这片海是在燕台的哪一个位置呀 就是在燕台的东部 这片沙滩应该是比较好的 平常大家在这游泳 在这采集一些嘎啦 像我们今天 我们是除了我带我的家人来游玩 然后我们还想在这里寻找 这个我们燕台最好的一种食材 叫海肠 海肠 海肠子 程伟华所说的海肠 是一种肠圆筒性的缓解动物 因为外形类似动物的肠子 被俗称为海肠 海肠在山东沿海地区的 食用力是非常悠久 是鲁菜中常用的海鲜原料 海肠主要出产在渤海湾 其中燕台 海海 威海和青岛等海域 是它的主产区 这里海水温度低 海肠的生长周期长 因而品质最好 程伟华说 附近的渔民 经常在这里采挖海肠 他今天要采购一些 没过多久 我们就遇到了一位 挖海肠的渔民 怎么样 收藏怎么样 今天不多 不多呀 这是不是特 这都是海肠是不是 对 哇 原来它长这个样子 像肠子一样 可以拿嘛 可以拿 可以拿 哎呦呦 还在动呢 程伟华所说的海肠 学名叫做单缓刺翼 成年的海肠体长约30厘米 颜色橙浅红色 它浑身光滑 没有毛刺 拿到手里非常黏滑 我们看到 挖海肠用的工具也很特殊 它有金属制成 好像一个大号的针管 海肠以绿石海水中的有机物为是 洞口的泥沙一般呈凸起的形状 挖海肠时 将工具对准洞口 快速插入泥沙中 同时用力 将泥沙和其中的海肠抽入金属管中 哎 有一个 还是老师傅厉害 基本上是五六个就能种一个 北发北种 来看看 哎呀 累得很是吧 挺好 哦 这还很新鲜呢 非常的紧实 对对对 这个是不是唯一的好处就是挖出来 它不会再很快钻进去了 这个臭的快 哦 有啊 臭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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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经常后 海肠逃逸的速度非常快 因此挖海肠的动作 也讲究一个快字 记者经过多次尝试 终于挖到一只海肠 谢谢师傅 金字首课 哦 天呐 我觉得真的是还挺不容易的 其实每一桶扎下去的时候 都像一个未知树 不知道会怎么样 带着挖来的海肠 我们跟随陈伟华 来到烟台市区 他所工作的酒楼 陈伟华和他的徒弟 要分别为我们展示两道正宗的卤菜 在我们面前摆了很丰富的食材啊 陈老师今天要给我们做什么样的菜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派的菜 也是一个网红菜 就是叫海肠捞饭 陈伟华说 海肠是卤菜当中的传统食材 捞饭则是逼中用先煮后蒸的方法做出来的米饭 海肠捞饭是将海肠与捞饭相融合 是卤菜当中的一道创新菜 首先进行配料 先把五花肉切成肉丁 将韭菜台 葱和辣椒切碎 再把清理干净的海肠切成小段 海肠是我们经过加工了 就把海肠的肠子水都去掉了 已经洗过了 可以看到它已经不是我们在海边看到那种非常膨胀的状态了 一样也是切这个小段 可以看到这个横切面还是有一定厚度的 其实比在海边拿起来的那个感觉好像更有弹性一些 海肠的质量就是皮越厚越好 陈伟华出生在烟台 作为中国卤菜特技大师 他曾荣获中国烹饪界的最高奖金学奖 如今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推广教学 传播卤菜文化上 海肠这种原料是质地比较脆论的 所以它对这个火候的要求很高 一定要往火速成快速的煸草 烹制海肠捞饭可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步是先将捞饭与鸡蛋一起做成蛋炒饭 炒熟后的蛋炒饭要摆出一个造型 使它成为成海肠的器皿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步骤炒海肠 油温吸成时下入五花肉用大火翻炒 把猪肉丁煸熟后再下入海肠 海肠肉非常薄一烫就熟 很不耐火所以要一起喝成 只要用一点余温稍微给它加一点火 断生就可以是吗 哇 这变化非常快 就在我眼睛看着它大概十秒钟左右 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 由刚刚那种鲜红的颜色 现在变得有一点白白的粉色的感觉 加入韭菜台旺火快炒 放入盐生抽料酒进行调味 然后就可出锅 将炒好的海肠放在蛋炒饭上 最后再配上独家秘制的调味酱 我们这个和其他的海肠捞饭不一样 这个叫蝉酱海肠捞饭 蝉酱海肠捞饭 蝉酱海肠捞饭 所以海肠是这里面的先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然后蝉酱就把它的味道给调出来 海肠捞饭做好了 相比于新潮的海肠捞饭 程伟华的徒弟范庆林 为我们展示的是一道传统卤菜 整鱼两吃 这道菜是用一条鱼两种做法 做出双重口味 是卤菜中非常经典的一道艳客菜 这个就是一个兜工 这个菜呢一个是兜工的体现 二个是火的体现 因为它是两吃嘛 两个吃法 范庆林作为燕台十大陆菜大师之一 师从程伟华多年 据他讲 整鱼两吃 实际上是由茄汁松鼠鱼 和清蒸荷叶鱼两个菜组成 这道菜工序复杂 加工时鲜酱鱼身一切两开 踢下两面鱼肉片 一面肉片改刀呈皮肉相点的荷叶状 从头至尾 主品加入虾馅 然后用盐 葱姜汁 蛋清和淀粉等进行腌制 为什么要把这个蛋清里面 加上淀粉呢 我就是加一点呢 就是给它挂一个软和 它这样蒸出来呢 这个鱼它不容易老 而且特别鲜嫩 将腌制好的荷叶鱼放入蒸箱 蒸20分钟 此时将另一面鱼肉 改刀呈松鼠鱼形状 行业里面叫麦穗花刀 麦穗花 麦穗花 麦穗花刀 你现在骗的 刚才是骗的 就这样骗 叫荷叶花刀 荷叶花刀 这个片外它有十刀切 切水又再砸水 你看麦穗一样 麦穗 刀工要求很重要 这个你看 一定要刀刀见底 还不能切 将改好刀的鱼肉拍入干淀粉 涂上蛋液 将松手鱼肉面朝下 放入八成热的花生油里 先双手提着鱼的头尾 直到定型后 再将整条鱼放入油锅里 炸至金黄嫩熟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此时荷叶鱼也刚刚蒸好 用烫熟的青绿油菜 隔开红白分明的两鱼 分别交上青红两种浅汁 整鱼两吃就做成了 整鱼两吃就做好了 就做完成了是吧 别看是一条鱼 真的是不容易 两个颜色 两个口味 自做这道菜的时候 心里都在想什么 这道菜应该也是 卤菜的经典代表 每次做的时候 我心里都想 这是时候 我传承一道经典的卤菜 我一定要把它做好 一定要用心地把它做 即便再繁琐 每一步也就不马虎 为了让记者对卤菜 有更深入的了解 程鲁华邀请记者 品尝几款经典的菜肴 那卤菜最讲究什么 您能以当中的某一道菜 给我们做一个例子 然后给我们看看 卤菜 什么样的卤菜出品 才算是好 就卤菜我们说 我们经常说是卤菜在刀工 要求刀工精细 这个调味准确 形状各异 然后是这个味道选美 卤菜是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 历史非常悠久 卤菜分为济南菜和交东菜 孔甫菜等几大牌系 烟台被誉为中国卤菜之都 作为交东菜的发源地 以烹制各种海鲜而吃名 道工精细 选料烤灸 讲究花色造型 口味清淡鲜嫩 追求食材的原有味道 其实菜做上来 还是稍微摆了一小会儿的 但是我没想到 这个松鼠鱼的这一部分 现在吃起来 还是有那种酥脆的口感 其实这个就非常的有难度 因为这本身就是 两种完全不搭尬的 口味的鱼放在一起 但是要让它们吃起来 给食客的感觉 像是同时做好的 程伟华说 整鱼两吃 是卤菜当中 非常考验厨师功夫的一道菜 卤菜讲究七分刀工 三分勺工 整鱼两吃 对刀工 火候 嵌口 形状和颜色 都有很高的要求 一烹一炸 同时进行 两种方位的鱼 上桌时要保持同温 供热齐鲜 我们来尝尝这个清蒸的 清蒸荷叶鱼 首先看这个颜色 就非常漂亮 里面包的是虾肉 所以它是粉粉嫩嫩的 外面呢 还是白白的鱼肉 裹着它 很鲜嫩的 这个菜 嗯 它是这么软嫩的 一种口感啊 我觉得这道菜啊 所以说做起来 的确是非常 考验厨师的技巧 但是对食客来说 可以满足食客 贪心的需求 因为本身清蒸的这一边 既可以吃到虾 和鱼的鲜甜口味 清蒸的做法 就最大的保留了 食材的鲜度了 然后 如果觉得吃的 稍微有一点清淡了 这个时候就把筷子移向旁边的 这松鼠鱼的旁边啊 夹一块 酥脆甜酸的那个口感 马上就充盈了整个口腔 一下子 那种浓郁的感觉就来了 所以它是非常有反差的一道菜啊 对对对 卤菜 擅将海鲜 与其他食材 巧妙结合起来 海肠捞饭 就是这种风格的体现 其实在看程老师炒的时候 就那十秒钟 我就亲眼见证了 这个海肠的颜色 从一种鲜红色 然后变成粉红色 它是非常快的速度当中 就把它炒熟了 现在我咬在嘴巴里的时候 还是一种很痰嫩的口感 而且加了一点小米辣之后呢 这小米辣它不抢这个鲜的味道 反而在最后 全部都吃完的时候 一点点回辣的感觉 一下子就把这个炒饭当中的油分啊 还有甚至可能觉得海鲜 稍微带的一点兴气啊 全部都带走了 配合的恰到好处 特别的好吃 生活在交通半岛的人们 临海而居 海洋带来丰富的物产 山海相依 这里拥有迷人的风景 而人们也在努力守护着自己的美好家园 我现在也只是是一户一户的